社會案件當中扼煞持球棒尋熟事件不斷的發生 那麼尤其前年年底的案件特別多 當時前內政部長是徐國勇就擔心了 球棒會成為民眾解決紛爭的工具 因此他提出這樣的政策 有相關被檢人 那麼遭到攔查如果沒有正當理由 你持有球棒就必須要被註記 而新任的內政部長林又昌 一上任之後接連遇到類似案件發生 這樣的註記政策是否要延續下去 備受關注 我剛下國道三號交流到我現在被攔車 話才講一半前車駕駛 老人來一陣猛雜 交流道口扼煞超球棒狠砸貨車 短短一週內雙北球棒隊 從郊區到鬧區遍地開花 兩年來各地球棒隊履在街頭鬧事 擔心球棒成全民武器 也成了內政部長林又昌 上任後的第一課置案課題 我們不要覺得這樣子是一個小案件 我想有新的方法不如是好的方法把它落實 要全國警方強力執法 但對比徐國勇直接點出要註記 吳政黨理由攜帶球棒的姿勢分子 林又昌如何過招球棒隊延續政策 還是另有解方有待觀察 但畢竟球棒脫手可得 若從打球變成打人砸車 那可就糟了 球棒是拿來打棒球的 但現在不少民眾都將它放在車上 當成防身用的 一旦發生糾紛 它就成了最有力的武器 但偏偏攜帶球棒又不違法 如何證明它有危險性 成為警方防堵球棒隊的一大難題 現階段警方防堵球棒隊 要事前預防難度頗高 查到無故攜帶球棒的確可以註記 但若是對方拒絕盤查 警方也沒轍 並且把他的資料做一個註記 治安事件頻傳 球棒隊到處成軍 該如何防範 新冠上任的林佑昌 恐怕還得傷腦筋 就以財產林漢廷漲播了